人到了中年啊,千万别在这三个地方乱花钱 我们现在来一起听一下 人这一生赚钱真的不容易 生存很难,尤其像到了我们这种中年人 中年嘛,你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又多,责任又重 这个时候就应该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尤其是家里的存款不多,家里的巨大的压力 应该学会洁减 别因为钱再跟自己的办理去取冲突 无效社交,别花费巨大 台友他只会约你打台 酒友只会邀你喝酒 人到了中年,我们要学会远离无效的社交圈 不要因为打台和吃喝超标准的消费 引起家庭的各种纠纷和矛盾 让家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是不成熟的表现 人到了中年呢,要远离酒肉朋友 存一点钱,别到老了,捉襟见肘 为了面子情,别透支了自己 有些人为了面子情,总是透支自己 别人向他借钱,明知道那个人是不靠谱的 你也去借给他 为了自己的面子,透支生活 去过日子,让一家人都跟着悠行 不但赚不来面子,反而是会被人看见 婚外的感情,别做冤大头 有些人和婚外的异性玩暧昧 别人说几句好话,就转着红包买礼物 被人捧骗让人算计 结果让自己的伴侣知道之后,爆发矛盾,导致你们的婚姻破裂 这样的行为真的不可取,一旦花家里的钱去给别人买单 势必会造成家庭不合 人到中年,异性之间切记不能越界 赚钱不易啊,一定要理性交费 婚姻也不容易,你得好好珍惜 我们到了中年啊,拒绝无效的社交 不要被人炫耀,更别和异性交往过密 甭管是钱还是时间 都得花在家人身上,才更加值得 你也懂吧